在英國如果你不懂自己入郵 不是看我這條片 我現在教的是深掃班 在英國如果你不懂用App入郵 本來我入開After的 不過有一次經過家附近的Apps油站 就看到價錢便宜到After 而且在After入郵 不能儲分又沒有回贈 總之就是沒有著數 只是便宜到外面一點 又不是最便宜 我見到Exo比它便宜 加上我正在使用Loycebank的App 它來不來都有Exo的QPON彈過來 最近那張還要10%Discount 當然我要研究一下怎樣可以用Exo的App入郵 至於怎樣下載這個App 怎樣改為Apple ID變成UK 就自己去某某某某網站自己看 我這裏就不會教你了 OK打開App 打開App 接著 Fave ID進去 入到去 就會見到Good Afternoon 我的名字 接著就會見到我現在 剩下多少分 就不要急急的 按這個 Take here to view 這樣 我們現在未入 可以 有住的 要等一等 我現在在家 所以 我就要檢查一下 附近有什麼郵站 可以用電話去付錢 入到來 Mobile Pay Station 附近有很多郵站 可以用Exo的App付錢 選擇最近自己的 或者方便你自己的 假設我現在去到郵站 又回到這個畫面 這一下就真的可以按 Take here to view 這個按鈕 按完之後 Low 他會發現 我現在不在郵站 所以 App就會彈了 這一板出來 就叫我 Scan QR Code 就告訴他 我現在在哪裏郵站 正路 Scan完之後 他就會問我現在 你現在站在哪裏郵枪前面 就要告訴他 12345678 告訴他哪個號碼 假設你站在2號 選擇了2字 接著就OK 然後 準備入郵 記得是準備入郵 你還未可以拿起郵枪 來到英國 工作 有秩序 慢慢來 就不會錯了 香港就是工作做得太快 快到 什麼都錯快了 現在 選擇了號碼之後 跟著App就會 自己在那裏 一會兒 就會叫你 拿起郵枪 拿起郵枪 還要再等一等 我們等 看了 機 畫面 是不是已經跳了 銀碼跳了去0 Liter 也是跳了去0 跟著彈出來 每Lit的價錢 合不合 這幾樣東西 全部合得 就可以放郵枪入去入 入到彈槍 就好了 不要貪心 就再按多幾下 這東西 另一位YouTuber 風仔 都解釋了 為什麼 假設 入完了 我現在在家 因為 入完了之後 然後 將風據 就會在App 看到 譬如 看到我會入了多少Lit 多少錢 我今天入的是155.9 然後 另外 因為 我有 Apple的積分 在 所以 連積分優惠 每Lit 再減了5P Total 總貨 下面有清楚 扣了 300個P 之後 現在就剩下68P 至於 我一開始 說的 10% Noyfbank 的 現金回贈 就會 稍後 經銀行 直接傳回 我戶口 說多一件事 假設 你已經準備 按鍵 按支 油槍入油 的一刻 你會發現 為什麼 不是 155.9 是 169 或者170的一部機打出來 你就不要入住 把槍放回 在部機 在App 按 CANV 所有東西 就可以重頭來過了 為什麼價錢 有些會貴 就是 因為 Apple油站 你可以選 E5 或者 E0 來入 155.9 是E10 E5 就是 漂亮一點的 909的油 就會貴一點 全部重頭來過之後 就可以 拿起 E10 那支窗 就入油了 在下載了 Apple 開戶口的時候 同一時間 就會開了 Apple Apple 除了 積分可以用來入油之外 亦都可以用在其他有好的商戶裏 至於有什麼商戶可以用到這個 LakePoint 大家 在Apple再留意 不會宣傳 今天就介紹了 Apple 入油的優惠 和App的用法 如果其他朋友都知道 其他油工費都差不多有同樣的東西 我都可以大家 討論一下 比如Share 那些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我就沒試過 如果你試過的話 可以告訴我 好 今次是說了那麼多 拜拜 拜拜 看完影片記得CFL Comment Share Like 留言 訂閱 給個Like 最後按個鐘 拜拜